4月11号傍晚四川有一个6岁的男童 边走边吃烧烤的时候突然摔倒了 竹签插入了左眼 4月11号傍晚7点10分左右 6岁的小军红边走边吃烧烤时无意中摔倒 烧烤竹签直接刺入了他的左眼 家长急忙报警求助 为了能及时将小军红送医救治 绵阳市交警职鼠五大队民警在京开区管委会路口 接到了载着小军红的车辆 开启警灯警笛开道 7点38分小男孩被顺利的送到了医院 经过我们前期的检查以后发现 这个整个的插入部分的长度大概有6个公分多 这个足钱不进插到脑袋里面 而且呢它这个离我们脑袋里面的精锐动力 非常重要的一个血管 大概只有两毫米的距离 经过绵阳市中心医院 神经外科各位医生的抢救 手术成功进行 竹签被顺利拔出 小军红的妈妈斯小兰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是心有余悸 可能就是一划刀 然后就拽下来拽下来 然后等到我看到他的手 他眼睛里面也就是留了一根签子 虽然竹签已经顺利拔出 可后续的治疗还存在一定的感染风险 和眼球运动障碍等等 签子后怕 签子后怕 尽量你这种洗钱会是在玩耍的一块 尽量你这个冤点 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 医生提示 此类事件正在预防 父母千万要杜绝孩子 边运动边进食的行为 如果意外发生 父母也要采取正确的急救措施 家长千万不能毛毛的 选得自己把它拔出来 要尽量保持插入的位置 平手 如果又出去 先经济秩序 然后来拨打120.2号 让专业的业务人员到场进行处理 不然的话 如果是处理不大 就会造成非常严重 致命性的这种结果 感谢观看